落實以後現在這個專家在預估 資金回台大概上看9000億 那最近的政務委員龔明星特別提到 假如這個趨勢 變成一個未來的發展的主力的話 到2025年大概有4兆元 會回台灣來投資 這個是改變台灣過去的窘境 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們看到這個資金回來以後 經濟部現在每個禮拜都在 統計招商的金額 你看到這個沈榮卿部長 最近特別公告台商回台已經84家 金額4346億 財政部長蘇建榮特別提到 今年回台的投資目標大概8000億 8000億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台灣能夠落實台商回流的機制 這是台灣的經濟的結構改變 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很長的時間 很多的政治人物都在唱衰台灣 像韓市長高雄市長韓國瑜說 2680億一路往下掉 現在還沒有回到30年前的位置 日本比台灣更慘 它當年最高38957點 最慘掉到6000多 現在還漲到2萬多 但是同樣的時間你可以比較一下 美國的稻窮指數大概從2500點 現在是26000多點 大概已經漲10倍了 香港的恒生指數從1850點 漲到現在最高到33000多點 同時你看到德國 德國是一向跟資本操作沒有關係的國家 但是德國的股市長30年前是1650點 現在最高到13950點 這個情況也告訴大家 台灣其實我們已經失落了30年 這個30年如果能夠將來改變金流 同時給台灣更多的彈性 包括我們的外勞政策 我相信台灣是會有非常大的發展的空間 另外這個禮拜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6月份台灣的出口 終結7.1 這個非常關鍵 你就知道 如果你拿台灣來比 你比南韓 南韓2月衰退11% 3月衰退8.2% 4月衰退2% 5月再跌9.4% 6月南韓的出口衰退13.5% 我們是成長小幅成長0.5% 這個已經非常不容易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南韓最近日本有三樣非常重要的 關鍵性的半導體的零組件 日本要禁止賣給韓國 你可以看到對南韓來講 包括活化氫 包括光阻劑 包括活化西亞安 這個都是G西亞安 這個三個原材料 現在不賣給南韓 因為日本市占率將近90%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韓國的半導體產業 會帶來非常重大的影響 現在你可以看到 有兩個民調 一個是IHS認為台灣今年的經濟 會成為四小龍之首 標準普通說台灣經濟 今年是四小龍之末 這個到底誰會 誰會最後真相會浮出 你可以看到 香港壓力正在增加 包括香港現在反送中帶來的衝擊 包括港元的獨立地獄 包括港珠澳大橋的大灣區計畫 都在在影響未來的香港的定位 所以如果從這個態勢來看 台灣其實今年對自己的未來 不必太過悲慨